我第一次学习领线堂的时候 我是从学校的历史课本学到的 历史课本 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 不重视家庭的工作狂热者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追星这一段 跟我们年纪人很像 想想看就是整天在工作 我觉得这个印象是没有错的 在这件事情之外 他其实是一个顾家 然后跟家里互动和跑的人 感谢观看